旺角仙達廣場,星期一晚發生火警 地下一間手機店閉門起火 保安員報警,消防員到場開喉灌咎,將火救息 手機店被焚毀,貨物消毒黑 店主回到店鋪了解情況 消防員懷疑有人在店內燃點香燭拜神 但收舖前未將香燭整飾,火蝕燒著雜物起火 火警期間先達廣場超過100個職員和顧客自行疏散 而總站設在附近的小巴亦要繞道行駛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